再来看喜迎十九大特别报道 朱梦中国行 福建平潭海峡于百慕大 好望角并称世界三大风口海峡 被称为建桥禁区 可奇迹正在福建平潭上演 中国首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 正在那里紧锣密鼓的施工 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丽娜 一起到大桥的施工现场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型系列报道 朱梦中国行 我现在是在平潭海峡公铁两用的大桥上 这座大桥是中国第一个 真正意义的公路和铁路两用的跨海大桥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是大桥的一头是福建平潭 而这个位置是我们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了 大桥的另一头就通往了福州 这座大桥就是连接福州到平潭铁路的 重要的工程了 整座大桥全长16.34公里 一共是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是一个有着六车道的公路 而下层则是可以行驶动车的 大桥建成之后 福州到平潭将会从现在的一个半小时 缩短为半个小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作业 他们进行的是挂栏施工 这种挂栏施工指的是施工的时候 用挂栏一截一截的施工 做好一截向前移动做下一截 有一点像堆积木一样 这只是桥梁施工当中最普通的一种工艺了 但是这座大桥的施工难度可是不小的 被誉为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了 为什么说它是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呢 是因为这座桥所在的海峡 与百慕大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 风大 水深 浪急 海底还有很多坚硬的岩石 在这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影响下 大桥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当中 建设者们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现在就跟随着记者李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那么顺着我手方向看过去呢 是平坦海峡工铁两用大桥的桥墩 那么像这样的桥墩啊 这样的整个第四标段呢 一共有59个 其中水上的呢有55个 那么施工的关键呢就是平台的搭建 不过在40多米的深海中呢 在这个颜面倾斜浪涌剧烈的裸露的海床上呢 如何搭建平台 也是桥梁建设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在第一个桩插打的过程中啊 感觉是非常顺利 比我们预期的效果要好了很多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们到了施工现场 发现我们的定海山针消失掉了 地质复杂 在这儿施工 单根钢护桶要承担60吨玻璃的作用 平台桩根本难以稳定 加上海底的裸盐非常坚硬 很容易造成施工设备的损坏 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施工时使用的第一根钢管桩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钢管桶已经严重的变形 就是当时在撞击的时候呢遇到了这样一块这个坚硬的岩石 只用了几下整个钢管桶就已经报废 还有旁边的这个锤头啊也是严重变形 因为我们这个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我们那个岩石比较坚硬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平常用的机具啊材料啊 损坏率会比较高 会达到通常其他地方使用的达到三到五倍左右 通过多方笔选 建设方最终选择国内首次应用的 埋制式平台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通过扫海 找寻海床地质软弱处 形成起始平台 然后以其为根 利用打桩船对平台桩及钢护桶定位 再利用天气窗口快速形成板凳结构 最后再在水上抛垒水下维艳 清击后灌注不离散混凝土 使板凳与机岩固结在一起 最终形成能抗海抗游的施工作业平台 我们经历了苏迪罗 在现场顺时锋力达到56米每秒的情况下 就是16到17级的台风 我们经历了它的检验 证明我们这个结构是安全的 在这个过程中 水下作业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从碳墓水下结构 到水下单元焊接等各个关键节点 都要派潜水员进行水下作业 水下作业这个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我们平坛当地 一天两次潮水 半日潮 加上我们当地的环境 大风大浪 经常会造成有效的作业时间比较短 这个时间一般是多久 我们这个有效的作业时间一般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如今建设者们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 也随着水下部分作业的完成 水上作业正有序展开 一座横跨海滩海峡的大桥雏形已现 跨越深蓝梦想并不远 我现在来到了平坛公铁两用大桥中间位置的主航道 这是整座大桥的控制性工程 它的建设进度和质量将决定着整座桥梁的进度和质量 大家看其实我现在是在主蹲铁路上的连续梁上 从这往水面上看大概是有10层楼高 也就是有30米左右的高度 其实这个高度就是未来动车行驶时的一个高度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两边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模板安装和水泥灌装 已经形成了一个将近10米高的公路梁 顺着这个公路梁往上就是未来的公路桥了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的副总经理季尊重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季总您好 你好 这座大桥的公路和铁路两用是怎么实现的 直观的来描述的话 就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品字倒过来 就是倒品的结构 下口就是我们的前路梁 在中间在下部 上口两个是公路梁 行车速度为100公里的各三车道的高速公路 咱们的跨海大桥和其他的跨海大桥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食物组织和技术上与其他桥有很多不同 在组织上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个物流组织比较难 由于我们这儿都是孤岛 所有的材料都要海运 原来讲 见风使舵 我们这儿看风使船 风一大了 船就停了 所以物流组织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第二个就是设备配置影响比较大 我们对这些常规设备 还有我们研制的特殊设备 都进行了抗风 对技术设计 第三个就是作业条件的界定 作业条件 貌似我们都是常规作业 但是在这种大风条件下 如何去界定每一个工序 它适应着风的环境 风的条件是什么 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工铁干扰 工铁核件干扰比较大 所以如何有序的组织 安全的管理 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目前的施工进展怎么样 经过四年多 我们的努力 形象的讲 我们明年五月底 我们的铁路梁就能够全部贯通 明年年底 公路梁就能够贯通 那可以说建设这么高难度的桥梁 咱们的建设者们 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的 下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这群最可爱的人 我来自湖北 叫徐胜文 今年四十五岁 参加这个工作两年了 很高兴参加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大桥毕竟在世 世界上首作最有真正意义的 工铁两种大桥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我们一工作就是 首先和木板安装 木板安装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钢筋绑砸 这边主要是风大 风力太大了 而且有七级大桥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情况下 八九级大桥也是经常有 风力大 所以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这个风力它不是固定的 像有一次我们钓木板的时候 突然起钓的时候 风力还不大 就是突然来的一阵大桥 那个木板就来回这么摆动 人就往外一推 但是心里有八天带的挂住了 基本上没有在家过 我觉得除了过年以外 基本上很少回家 因为这个桥太漂亮 平坦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希望大桥建好以后 能领着家人 你的孩子过来 上这里坐一下 看看 看看让我们觉得 我们参加这个表务器的工程 我来自湖南 我名叫方宗明 我从事钢金工职业 我很勇心加入这个项目 我已经有五个中学节 没有回家过节了 我叫徐奎 来自辽宁银口 从事技术员工作 能参与这种大桥的建设 我感到很勇心 很骄傲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和朋友一起加入干 争取整日 把这座大桥建完 奶奶 我挺想你的 我在这建大桥挺好的 你不要为我担心 等到大桥建好了 我就回去看见了人家 中秋和国庆节之类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听了这些工人大哥的话 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朴实的话语当中 传递出了真挚的感情 除了背景离乡之外 复杂辛苦的自然环境 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座大桥所处的海滩海峡 是属于外海 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根据规范要求 大于等于六级风的时候 现场的起重吊桩 是不能够进行作业的 据不完全统计 平滩海峡 跨海大桥 大于七级风的时候 多达217天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全年这座大桥 只有一百多天 是能够正常施工作业的 所以怎么抢好 施工窗口就非常的重要 下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 项目经理蔡维栋 蔡经理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正对平滩海峡大桥 这个凤大风作的自然特点 我们在每个作业供点 都设立了凤树仪 凤树仪特殊数据 有时时上传到 我们指挥调度中心 和每个管理者的手机中断 每个管理指挥者 按照上传的数据 命令随时在供地 带兵的供人 按照供框 供框允许 立即复供 供框不允许 马上撤离供地 好的 谢谢 如此恶劣的环境 科技创新的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请樊力龙 樊总工程师 为我们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成果 为应对特殊的海洋环境 我们独自开发 双孔连作造桥机 该造桥机 具有结构安全 可抗台风14级 功效高 一次做梁孔 可以减少一台造桥机投入 并且避免了阶段用梁 平潭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生水基础 经专家委员会评审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生水裸延部分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好的 谢谢樊总工 平潭工铁两用大桥也是这几年平潭高速发展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4年11月1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平潭考察的时候指出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敏台合作的一个窗口 也是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一定要创新体制 保护好生态 这三年 平潭扎实推进开放开发 从一个偏远的海岛 一跃成为了敏台合作对外开放的前沿 为了落实 目前已吸引了44家总部型企业落户平潭 台资企业从最初的5家增加到今年7月的863家 旅游收入每年呈现70%以上的增长 我们都知道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现在从台中港台北港 最快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乘坐高速客滚轮 就能够到达平潭了 随着宫铁大桥的建成 未来从平潭到达福州 甚至是到达内陆城市都变得更加的方便了 这无疑也将为台湾同胞往来大陆 又开辟了一条 新的快速通道